食欲怎么样 还不错 那就好 我们医院这里呢 有些术后照顾的文件 要请家属过目 现在是不是请两位 跟我到柜台去拿一下 好的 你先休息啊 刚刚医生直接对风腾说 家属 听起来真帅儿 薛小姐子宫内膝肉送碱 是良性的 这点你们两个可以放心 不过这类型手术的 后遗症之一 就是会导致不孕 所以 生生以后 不能怀孕了是吗 也不是每一个患者 都会有这样的后遗症 这就是我为什么提醒你们 术后照顾的重要 只要照顾得好 几年以后 有孩子的患者还是大有人在 不愿意 我现在找护士给你们 整理一份 万一术后照顾的手册 好不好 谢谢啊 不客气 多谢 风腾 如果 生生以后 真的不能 不会的 刚医生不是说了吗 只要照顾得好 还是有很多人可以怀孕 深深一定会是 很多人当中的一个 灵灵 这个事情先不要告诉深深 还有你们家里人 我不想他们烦恼 知道了 虽然 我还没认真地想过 怀孕的问题 但要是这辈子都不能生的话 风腾 他还会想跟我在一起吗 应该说 我能跟风腾在一起吗 薛桑桑小姐在吗 来了 哎 薛桑姐是吗 这边有您的包裹 麻烦您签收一下 在这边签收 好 谢谢啊 初遇 好 冯小姐的药贴上还附着药单呢 我打电话到车站旁的中药行 问了才知道全是上等的中药 她可真有心啊 来 赶紧趁热喝了吧 我说你也真是的 出这么大的事也不打个电话回来 就这么蹦的一下回来才告诉我 你是想把你妈给吓死去了 妈 你看我这一回来 你每隔一个小时就骂我一次 差不多了 怕我骂是吧 那赶紧把身体养好喽 快点喝啊 妈 你说 如果你跟爸结婚的时候 知道自己不能生小孩 那你觉得爸还会娶你吗 我刚刚呢也顺便问了一下宗医师 你这病的情况 咱说没事的 妈相信你能怀上孩子呢 你 你都知道了 我是你妈妈 你的身体出了状况 我当然要问个究竟才行哦 你们年轻人思想自由 你想啊 如果有一个男的 他只是为了传宗接代 想要娶你的话 那你愿意嫁吗 当然不愿意了 就是啊 那你还担心什么呢 两个人在一起 不管有没有孩子 最要紧的呢 就是好好的过日子 是吧 当然能有个孩子 那是最好的了 如果真没有的话 两个人在一起 只要能好好的过过日子 做做伴 不是也挺好的吗 再说了 孩子总是会长大的 就像你 离家工作了以后 还不是只剩下 我和你爸爸两个人啊 整天在家里 大眼瞪小眼的 如果当初 只是为了生下你 那我们现在不是要痛苦死了吗 妈 我知道了 以后我要多回家 回来陪陪你们 小魏 谢谢你啊 谢谢妈 我知道 我那天没送进医院之后 你也献了血给我 虽然你跟我血型一样 但是你进公司 是为了风月不是之需 要给他献血呢 但是你 你还依然为我献血 所以 我很想谢谢你 就为了这件事啊 我想你可能搞错了 我能进集团 不光只是为了风月 还有你 你看 刚进公司的时候 我得知 你是因为无条件 献血给风月 才引起了大老板的注意 可是风月小产的时候 我也献血给他了 大老板却只用支票 就打发了我 联会让我跟他一起跳舞 问了他这件事 他说 他不光只是为了风月 还是因为你 他才不成功招呼员工的 对了 对了 听说你在员工旅游的时候 扭伤脚了 对了 因为我扭伤了脚 让风腾有危机意识 所以又招募更多熊毛雪的员工 风月是风腾的妹妹也就算了 可是 风腾当时却为了我 我找了一件事 我想问你一件事 就小薇说 她被集团应征上的原因 由于不准是因为我 是真的吗 真的 那时候你消掉伤 我的心很慌 我得真正体会到 因为当时为什么会安排 学猫写的员工 在公司里面 你和冯爷都是我最重要的人 即使这个潜规则很过分 我只能这么做 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 你说 不要再为我作业后的努力和改变 我希望宁愿是坐在阳台上 吃喝饭的那个许是谁 就是我爱的 正是那个他 你怎么知道 以前每天我就在这里吃饭 但是突然间有一天有一个女孩 闯进了我的阳台 我就看着她吃饭 一天一天都过去了 有的时候看一些女孩笑 有的时候看着她哭 看着看着 就看到我的心坎里 你这也脱会狂 你不知道阳台很好吗 我当然知道 但是我更贪心 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是个女孩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不用隔着这个玻璃 于是我就把它找进来了 原来我吃饭的样子那么迷人呀 我都不知道呢 那以后我们就在这儿吃饭 冯达 我可能 以后都生不了孩子了 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 就是因为这个 决定要跟我分手 你是方家的独子 又不考虑这些 不是太自私了吗 你就那么不相信我 只要我继续喂养你 只要我继续喂养你 你不可能生不了孩子了 那我以后还可以继续在这里吃饭吗 当然 不过可惜的是啊 以后没得偷亏了 就听你这样看完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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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CPA考过了 已经升职了 现在已经成为会计专员了 呀 这么厉害啊 妈就知道 只要你肯好好地用功念书 没有考不下来的证照 該天啊等你回老家了 我让你爸 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 作为升职礼物啊 啊 不用不用了 你们省了奶花吧 看爷爷需要什么 就买给他吧 那个 妈 我交男朋友了 真的 太好了 太好了 是不是之前来运的 那个小张啊 就是 比他职位高了一点点 不过 也算不是吧 不是啊 那个小张看起来挺不错的呀 那 那你现在的男朋友是谁呀 是跟你的背景差不多吗 最主要的是不是 跟他们家门当户对啊 怎么不说话了 妈问你几句 你还害羞了 什么 没 没有 没有 不是 那妈 嗯 他呢 比小张职位高那么一点点 是 是 我们 我们大老板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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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吓我 妈 说话呀 散散 你是不是碰到骗子了 妈 我怎么会连我们大老板都搞不清呢 这也难说 你小时候还认错过妈呢 妈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你就别再提了 我都不记得了 三岁看大 五岁看老 妈 你觉得我连大老板都搞不清楚吗 帮我远在老家 我怎么知道啊 好 好吧 好吧 我让他亲自跟你说啊 别怪啊 我妈 拜托啊 你跟他证明一下 你不是骗子 嗯 喂 妈 他现在跟你说话啊 先帮我去吸了点水 大半夜的喝那么多水干吗 明显是想把我打发出去 不让我听 阿姨 喝水 珊珊她爸 刚才珊珊打电话说 她CPA考过了 还升职当了专员 是吗 咱们女儿可真有出息啊 真好 真好 还说有个男孩子挺喜欢她的 是那个小张 不是 是一个家室挺不错的一个 家室怎么个不错了 就是 就是房子比珊珊多了那么几栋 薪水比珊珊高了那么一些 不过不错 父母双王没有公婆问题 父母双王还这么有钱 是白手起家 多大岁数了 大概三十左右吧 那肯定是父母留给她的遗产 富二代 不靠父 你让咱们珊珊多考虑一下啊 我说你这老头子怎么这么酱呢 珊珊只是说有一个男孩子喜欢她 可没说在一起 你别打电话去质问她啊 否则以后珊珊有啥事都不告诉我了 听到了没有 知道了 怎么样了呀 我妈说什么了 你是怎么说的呀 她相信了吗 不知道 你打了电话 你怎么会就不知道呢 这不重要啊 还有什么比这个重要的呀 我妈现在认为你是个骗子 薛珊珊 现在几点钟 十点 十二 晚上 废话 明白了 明白什么 你现在晚上十点都在我家 你们还应该知道 即使我是个骗子 该骗的都骗光了 不行 我都回去了 我回来了 她就 你马上就不清白了 你马上就不清白了 你肯告诉你吗 说明你终于信任我了 你肯告诉你吗 我 我什么时候不信我你啊 我什么时候不信我你啊 好 那搬过来住吧 今天 但是现在 现在都是半夜了 先把人搬过来 好 好 好 风头 那你明天帮我搬家 记得退房租 你这么节俭啊 但是你的房东就是我呀 是 什么